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各种调查委员会里头公布了初步的结果 他们主要的调查是到底拜登家族是否有不当的行为 和其他的国家使用职权资金或生意的往来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他的儿子Hunter Biden 而共和党公布了初步的结果 他们公布了有关财务相关的文件 详细说明从2015年 Joe Biden担任副总统到2017年期间 拜登的家人如何从外国来源 的确让他们查到超过1000万美元的报酬 而其中包括了Hunter Biden 接受了来自中国华信创办人叶简明 一枚2.8克拉的钻石 但共和党经过调查报告之后 在记者会上承认他们并没有找到拜登个人 在这件事情里头卷入商业交易 纯粹是Hunter Biden个人的角色 不过拜登曾经在2020总统大选的时候 曾经说他没有收过任何来自中国的资金 或是礼物包括他的儿子Hunter Biden 这是他2020总统大选辩论期间的时候 他的声明 接着金砖国家将在南非的峰会里头讨论 是否可能采取共同货币的可能性 主要的还是我们刚刚在前面 文新时日之报为大家所报道的 美国国债很可能违约的情况 南非的外交部长表示说 各国不会做出仓促的决定 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的整个升息 加上地缘政治的冲突 加上美国的国债很可能违约等等 尤其他可能有的时候 推升大宗商品的价格 或是降低大宗商品的这些因素 都损害了很多新兴市场 所以这引发了用其他的货币取代美元 成为贸易货币的呼吁 而有一个选择是由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南非组成了金砖 五国 BRIX 采取自己的共同货币 这个议题在8月22号 会在南非的Jonesburg 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峰会里头 议程正式地被讨论 对 对